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幼武术不是通过枯燥重复的训练去培养于人员 而是在武术课中寓教育乐 让孩子从中获得健康快乐 自信敏感 坚强客户比较不容易到 而教学的计划或者教学的过程中 应该有意识地去采取一些措施或者方法来达到一些目标 怎么才能更好的锻炼身体 如何去寓教育乐 怎样去培养孩子的自信 鼓励孩子勇敢坚强 这些都是教练应该思考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教学内容的计划 幼儿园一般期末都会有一些汇报表演 或者是公开功能课 那么内容可以分为小中大班那个学期 可以自己编一些简单工作组合而成的套路 例如基本的手型 拳掌勾或者鼓掌这些 还有步行 马步 工步 铺步 这些组合而成的套路 最后可以千变万化了 当然网上也会有很多那些无数操的视频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对于小班 中班这些人比较小的小朋友 今天不要教太多移动的动作 因为动作比较复杂 然后小朋友们的接受能力就不是很好 而且还是大班式的教学 教练也不能对每个小朋友进行一对你的教学和指导 平时可以教一些技巧型的动作 例如前滚翻 侧手翻 或者是扫腿 或者是后倒下腰这些动作 在期末表演的时候 也可以作为一个表演的形式 也可以穿插不同的一些对形变化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 对几少无数研究会 中华幼儿武术系列的交叉 这些教学内容确定下来之后 接下来就是整学期的教学安排 如果每周一节武术课的话 除去开学招生和期末表演的时间 大概还剩十六到十八周的时间 那么教练怎么选安排呢 整学期的教学安排可以分为适应阶段 教学阶段和排练阶段 一般前面两到三节课是适应阶段 主要是强化孩子对武术课的心趣和机器性 让孩子熟失上课的流程 继续要求 教练上课的模式和奖励惩罚的制度 在这几节课的教学不适应太多或是太复杂 可以去玩一些体能的游戏 活跃一下课谈气氛 等到孩子进入武术课的上课状态之后 接下来就是教学的阶段 中间会用八到十节课去完成整学期的内容教学 后面大概剩四节课全面进入排练的状态 当然在教学阶段也可以传承一些表演的环节 让孩子更好地熟悉表演的步骤 节目的质量也可以不断地往上提高 整学期的教学安排确定下来之后 接下来就是每节课的教案 每节课的目标是什么 怎么去上 然后怎么去完成教学目标的计划 这是在晚上找的一份比较完整的教案 这一般是学校对专制老师的教学 里面有比较三级的教学目标 教学的重点难点 每个环节的时间控制 怎么去组织学生等等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是我平时用的比较简单满的上课旅程 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今天主要讲的是 丢而无数需要注意的一些事 希望对各位教练的教学有所满足 本节课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如果想和我联系 记得到我们的功夫者帮帮忙上 我们下次再见